这个在这么热腾腾的天气的时候 叫口罩戴好身体要顾好 所以说起了戴口罩这件事 我是真的非常困扰 今天终于是一个人在这密闭空间 可以把口罩拿下来 要不然我这脸上都长满了痘痘 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连线的 这也是专家 国泰医院皮肤科的医师 罗阳 罗医师 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罗医师怎么办呢 现在一般长期戴口罩 真的产生了一些 皮肤的问题 那现在到底那边看诊的 大概都有什么样的皮肤问题 您有什么建议呢 对其实就是说 长时间戴口罩会产生一些皮肤问题 那最常见就像主持人你刚刚讲 就是说很多人是因为戴口罩 久了跑出来痘痘的问题 所以现在甚至 美国皮肤科医学会有为这个命名 叫masknee 就是一个戴口罩 长期跑出口罩痘的问题 口罩痘 对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说 我们长时间佩戴后 我们呼吸也会产生一些湿气 那让口罩里面就保持一些热气水气增加 那我们脸部的皮肤温度增加 就会让P子腺的分泌变多 所以就会比较多的油脂就会阻塞毛孔 就会跑出比较多发炎性的痘痘 这是最常见来看诊 最近比较多这样子的问题 对呢 那还有 对那长了这些痘痘是怎么办呢 是不是我们首先第一个 口罩的材质 会不会我戴薄一点的 或者是哪一种口罩 皮肤就会比较好呢 会不会不同刺激 是的 其实就是说一般来说 大部分其实现在口罩 主要市面上材质 主要都是以不织布的材料为主 那其实这些不织布 它的成分大概就含一些锯脂纤维 那有一些比较敏感肌肤的人 对这些长期戴这些口罩 跟这些不织布摩擦 就比较容易会产生一些皮肤发炎 所以如果说材质选择 如果是一些免脂的口罩 就是皮肤发炎的几率就会比较低 所以如果说是比较容易会长痘痘 或是皮肤 例如说最近异味性体质 一些皮肤比较容易会戴口罩的问题的人 是可以考虑在这些医疗 合格的医疗用口罩内 先戴一层棉脂的口罩 就会降低这样子的 哇那更闷了 对不对 所以棉的口罩戴里面 像我儿子是超级过敏 外面就要戴外科口罩 那如果我戴了两层口罩 不得不戴口罩了嘛 那哪些方法可以来预防皮肤问题呢 是不是我可以先擦一些什么东西吗 对 因为举例来说 就像很多人会抱怨 就是说那口罩这个 耳挂那个弹力带 带久了耳朵就会痛 那痛了就甚至会 像老人家很多会变成有一个凹痕 所以可以考虑就是说 先用繁字灵膏 就是涂油一点 涂一层在耳朵那边 那再用个纱布去垫耳朵再带 就其实就会比较舒服 那另外就是说 以这些长时间带口罩 其实基本原则 就是不要上太浓的状 或是不要使用太滋润的一些保养品 所以脸上的部分要保持在比较舒爽的状 干爽的状态的话 其实是要用一些保湿的保湿品 但这些保湿品可能以例如说清爽的乳液 或是一些凝胶的一些保湿喷雾可能会比较好 但是这样就是现在大家化妆已经是鼻子以下不化了 只化眼睛上半了 那但是热还是热到不行 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皮肤 就是除了涂凡是凝油的时候还真的油油的 那怎么样可以让口罩跟皮肤之间保持比较长时间的干爽呢 其实这个就是说就是从要从洗脸的部分去加强 洗脸跟在我们 因为其实就是说 如果能适当的一天使用一到两次温和一些中性的一些洗面乳 就可以降低一些我们皮子线比较旺盛跑出来多的油脂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说 很多人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对即使是只有化 例如说你说鼻子以下是没有化的 但是其实就是说很多人还是会一些 例如说还是要擦粉的问题 对 这时候如果是使用粉饼的 比起液状的一些粉膏之类的话 其实是效果比较不会造成一些过敏性的表现 那另外就是重点就是比较过度的去角质 嗯是 就是很多人就例如说 粉饼比较好 粉饼比较粉饼 嗯粉饼 对不是蜜粉是粉饼 而不要涂粉底液了 是的 粉底液这种液态状的反而比较会刺激性 是是 是 那另外很多人会觉得说 呃因为长痘痘可能比较严重 就他额外使用很多去角质的药剂 对 觉得这样子或是洗脸加强 但是其实过多的去角质会让我们 角质层其实水分的保持在皮肤里面的能力反而会下降 因为角质层本身是皮肤的一个屏障 嗯 那我们过多去角质而且你洗太多次脸或是用太强的一些水洋酸成分的一些医药保养品 反而会导致说你痘痘可能会冒得更厉害 是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也许一天就洗一到两次脸不要过度的搓柔或去洗它这样 是我的好朋友戴着口罩晒太阳 所以晒完之后口罩拿下来之后也自动脸上出现口罩的形状了 他如果本身就是容易过敏或者皮质分泌比较旺盛的朋友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其实重点就是说因为比较容易会过敏的人 就是说汗水流在脸上 就是例如说像你刚刚说会压出有些硬质的啊 或者一些异味性体质的人 那他们这些本来皮肤屏障就会受到破坏就比较敏感 所以汗水流在脸上就比较会刺激 所以如果说是有在空旷的地方没有人在的地方 其实是有汗水就尽量把口罩拿下来先把它擦干 会比较好 那另外就是 那像口罩有时候被汗水整个都湿透了 这样的口罩戴着还有防护力吗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你真的湿透了 因为其实主要就是很多人会导致说 例如说流汗流的很多是 他可能担心这个问题就同时带了多层的口罩 或是说他就是买了N95的口罩 因为其实说一般的人是不需要用到N95的口罩 你过度的密封 本来就会让这样子的问题变得更严重 那很多人是带多层 你会觉得更容易闷着会喘 其实那你就更需要把 我就会看到一些人拿下来口罩来换气之类的 其实这反而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所以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说一般的人你就带一层的 易用口罩 那如果是会过敏的体质的人 就里面加一层棉脂的 大概这样子就够了 就尽量不需要去使用N95之类的口罩 对 那所以看诊不变嘛 戴口罩过敏的时候 我要怎么自行处理 可不可以买些成药呢 因为您刚刚提到的 凡事件是每一家都有的 但是他也不可能涂在脸上啊 对不对 那所以过敏的时候 像刚刚提到的那种大型的大痘痘口罩痘 或者是口罩整个红疹起来了 要怎么办呢 对因为其实这个就是说 成药的部分一般还是没有那么建议 大家就直接去购买成药 原因就在于说 例如说民众可能自己没有办法辨认说 我是例如说我是痘痘的问题 还是例如说我是因为 现在毛孔阻塞 那导致说例如说有一些汗疹的问题 异味性皮肤炎 甚至有些人是酒糟的肌肤 那所以说其实问就成药的来说的话 其实没有根据个人状况对症下药 有可能会让状况变得更差 那所以我觉得是基本的处理要做好 例如说卸妆要卸得干净 那就是说例如说像刚刚讲 例如说不需要上到太浓的妆 或是使用太油的一些保湿的东西 保湿乳液可以用 但是不要说例如说土的太厚 那另外一般性来说 防晒的产品这个时候 尽量就不需要用的太多 其实戴薄薄的口罩就有 虽然防护力不是很够 但是大概还是有一点防晒的效果 是所以防晒只要擦上半脸就好了 是的 那例如说如果说真的产生过敏的症状的话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短暂太湿热 那产生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毛孔阻塞 像油汗汗疹的状况 这时候其实你说把脸部的清洁做干净 休息一下 让脸部获得适当的休息 其实很多人就会恢复 对 所以说例如说有些人就匆匆忙忙去买层药 那也不确定是真的是皮肤过敏的发炎 还是发炎的痘痘的问题 那你就贸然的擦油 说反而会让状况变得更不好 是 那我儿子长了那个超级大痘 整个脸只要口罩的地方 后来去找医生 医生还要打到除八针 要不然那些的痘痘是真的很难消 那像这种情况 所以另外还有也有人建议是说 现在因为担心头发会沾染病毒 所以现在到底是要每天洗头吗 那或者这个一进门就得洗头吗 医师你有没有看到因为 这段期间头发也是造成了我们很大的痛苦 那是不是有过度洗头也造成了头皮什么问题吗 基本上来说就是我们头皮也是其实就是皮肤的一部分 那所以说你过度的清洁就是会让一些过度的摩擦 过度的清洁就会让一些表皮的屏障受损 所以其实反而就是例如说你让他受损 那刚刚讲过皮肤脚之痕受到一些伤害后 你保水的能力就会下降 你反而更容易会干扬 所以的确很多人例如说他过度清洁 一直在洗头 那一直洗头反而会变成说他更容易干扬 更会掉血 那所以说以洗头的部分的话 一天一次就是大概就差不多了 尽量是不要超过 除非说有额外弄髒之类的问题 那另外就是说头部的 因为当然就是说头部也是会暴露在外面 当然还是有可能会暴露到病毒这样子 那其实的话 像现在很多人会有包的越来越多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那其实就是说头皮的部分的话 我们头皮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比较容易会一种叫做皮血牙包菌的一些表皮 霉菌会火化的更厉害 因为温度越高它就越比较会 所以就比较容易会 更容易会脱血会脱皮 所以厉害的人很多不止脱皮 连耳朵粒机脸部都会有脱皮的状况 所以说其实这些的话 从归来说就是说你让自己适当的清洁 那例如说在家里保持凉快的话 其实就会降低这样子的状况 因为现在在外面跑 你说希望大家都很凉快都不要盖住 其实是相对比较困难 不可能啊 我有看到朋友他们宣传说 就带着浴帽保护头 那真的是太爆笑 可是真正实情上就是 他们一进到室内的时候 是用那个酒精猛烹那个头发 脸啊手啊 喷得一塌糊涂的 而这样子喷酒精 这样全脸全部的头发一直猛烹 对于皮肤会不会不好 对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到各个卖场 就是尽量的喷酒精 然后不一定是头 例如说手也会尽量喷 那其实你喷太多酒精的话 比较容易会产生一种接触性皮肤炎 就是变成你大面积的在脱皮 因为酒精在挥发过程 也是会带走很多水分 那所以反而皮肤就变成 大面积的在脱皮 头皮上也许有头发 有些会喷到头发不见得掉在头皮上 但如果说猛喷猛喷洒 当然还是有这样子的状况 造成一种人为性的一种接触性皮肤炎 其实也是不太好 所以其实就是适当的使用就好 所以医师也会用酒精来喷头发跟头手 这种接触到的地方吗 其实接触到的地方是需要使用 但是不要过多 像很多人是就弄到像 之后像会直接滴下来这么多的 这样子的量就不太建议这样子 是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皮肤科医师国泰医院皮肤科的 罗阳罗医师给我们很 真的讲得非常仔细 希望大家在口罩戴口罩这段期间 又是艳阳高照的时候 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皮肤舒爽干净 但是如果真的长了疹子的话 还是宁可现在去就医对不对 是的 好非常谢谢罗阳医师 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